美甲店 美甲店在人们的心里 还是一个女孩子来的地方吧 过了两周以后 都不用她的女朋友说了 她自己都会主动说 我要去修手了 我在这个店里有十年了差不多 其实以前是很少男士 近几年是比较多的 有一些是陪女朋友 有一些男士还是自己偷偷的过来 其实男士做护理 我觉得不是有很奇怪的现象 一个很正常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也是做一个护理同时 也是其实放松 然后打花一些时间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形象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比方说我们在工作中 你都会难免有自己的语言 你的手势 你就会看到你的指甲会怎么样 如果一个不受蝙蝠的人 你跟他说你是一个很注重品质 你是一个很有精英的人 人家就谁都不相信 对不对 你好 我叫车仁 今年16岁 是一名高益的学生 就刚开始我妈带我来的时候 我有些抗拒 毕竟以前从来没这么修理过 所以刚开始不太接受 后来不停被我妈带着修理修理修理 我就接受了 因为我的家人很多也是在欧洲 他们有这个习惯 小朋友很小 小小的小女孩也可以涂指甲油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女孩子可以做 男孩就不可以呢 我觉得男孩子这个休闲整齐 也是一种礼貌行为 所以我就带他过来 我想我在培养他的一个 从洗发水开始 从沐浴露开始 就是日常的这些 让他原谅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如果自己的工作需要以后呢 那不用我带了 他因为已经好多年过去 他一长大 他自己慢慢就会来 可能他不会选择这里 可能还有选择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个保持着这个习惯 他永远会 我觉得会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干嘛 你 嗯 起来